歡迎收看五熟不食 我們這次做一個非常好吃 而且簡單的海王冬容羹 我們開始之前都想說 這條片是用Sony全新型號的數碼相機拍出來的 這個是EZ-V-E10的數碼相機 它是一個非常好用 很全面的一個很輕巧的數碼相機 它可以拍Vlog 可以拍照 可以換鏡頭 防震 很多功能 我們煮飯之前不如都去街市逛一逛 先買個菜吧 今天來到銅鑼灣的街市 我們買少許東西回去煮飯 其實我們要買兩樣東西 第一樣東西就是買蟹 第二樣東西就是買冬瓜 回去煮湯 其他材料在家裡都有 我們現在正在試這個相機的功能 就是這個Active Mode 就是這個防震的功能 可以看到其實剛才走進來的時候 步行的速度也不是太慢 其實那個畫面相信都比較清 因為我剛才看過Morning 已經知道畫面都比較流暢 我們現在有一個防覆的麥克風 就罩了在相機的主體上面 罩著可能應該好一點 如果不罩會怎樣呢 不如我們現在試一試 這個東西其實有一個Hot Shoe在這裡 這個Hot Shoe其實就是要令到它 可以穩陣地放在相機上面 我們稍後比較一下 那個噪音或者聲音會不會收得好一點 一斤冬瓜 我們先來到這一間真鮮 不是賣壽司的 賣水果那些都有 這裡有冬瓜賣 多少錢一斤 5元而已 5元而已 5元一斤嗎 1斤不是 1斤4元而已 好啊 5元了 5元夠了 5元啊 等下我找些錢先 買嗎 沒有帶錢 有了有了 有錢 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先生 有需要再過來 好的 我們說這麼快就買完冬瓜了 我們剛才試的就是沒有防風罩的效果 後面這間也叫做東興 但是大家都認識的 我們就試下第二間 我們轉過彎之後 其實就有好幾檔海鮮檔 這些是多少個位置 那天簽到多少錢 多少錢 好啊 冬海辣 恥女啊 恥女的好啊 謝謝 看一看 沒有太久了 麻辣佬來的 80元 麻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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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介紹一下一些材料 這個是我們剛才買的花蟹仔 不需要買一些太大隻的 因為我們可以拆肉的 不需要太大 太大會貴 我們買便宜一點 三隻 20元 接著就 一斤冬瓜 有薑 芫荽蔥 這個是金華火腿 這個金華火腿 解凍了 好 接著就有這個已經浸發好的干尿柱 然後三隻的花菇 小小的急凍帶子 急凍蝦 這個是叫做魚肚 不是花膠 花膠很矜貴 這個是魚肚 然後有這個雞湯 馬蹄粉 這樣的 這些基本材料 對了 我們先開蒸爐 因為我們要蒸鞋 好 這個時候我們煮飯 這條片是會全程用Sony的ZV-10去拍的 第一件事我們是要蒸蟹 爲什麽呢 蒸完之後我們才可以拆肉 我們用花蟹的原因是因為花蟹本身比較乾淨 不需要特別去洗它或者是拆它 即是比起我們的肉蟹是乾淨得多 假如想多一點肉 你都可以用肉蟹 無論如何我們怎樣都要不斷清潔一下它 留意回那個鉗旁邊的位置 下面這個染這個位置 嘴巴的位置 拆完之後我們就可以拿去蒸 這些小蟹蒸大約是8至10分鐘就很夠 你可以選擇用雪櫃去凍死它都可以 但是這次想快可以用刀把這個位置刺穿 這個是最快將蟹了結生命的方法 我們可以加一點酒 就可以去它本身可能會有的腥味 就是蔥、薑、酒等等 就放在上面 先拿去蒸 用蒸爐就蒸爐 沒蒸爐就用火爐 好 蒸它大約是8至10分鐘 留意我們是有我們的菇水、瑤柱水的 我們這次這個湯大約是3至4人份量 我們要起碼要2L的水去煮 這次是第二轉的水 所以我們就要 這些都比較大隻 這隻就是我們之前浸發出來的乾窯柱 當你浸透完成之後 它就很容易被它壓散 就是這樣 OK 我們放在一邊 最初才攪拌 菇也一樣 我們菇的第二轉水才要的 我們加進去量杯裡 然後就加水 加到500毫升 OK 先放在一邊 然後就是處理食材 很簡單 我們有急凍蝦 急凍帶子 然後有我們的魚肚 金華火腿 冬瓜這些 其實全部都是要去切開 冬瓜你可以去打爛它 或者是用這個刨去刨溶 我們事不宜遲 我們看畫面去做 好嗎 建議不要說切得太細 太細的話 煮完之後去縮水就不好吃 沒有口感 所以全部都是這樣做法 菇也是 拿乾淨去 然後去定 切粒 記得 這麼大隻的菇 我們三隻就很夠了 假如用冬菇仔就可以多一點 這些大花菇 浸發完之後都手掌那麼大 所以不要那麼多 吃炸東西 記得那些菇是要將它渣渣水 捏一捏它 才會再切 切粒也好 切絲也好 沒什麼所謂 不如我們也講一下這部送碼相機 這部送碼相機都玩了好幾天 我相信 假如大家玩過Sony的機 或者玩過ZV-1的話 其實這部機的功能跟那部機就真的非常相似 唯一不同是它可以換鏡頭 很重要的 因為有時候你知道換鏡頭之後 整個畫面是不同了的 真是很簡單 譬如我們今天去街市買菜 我用闊鏡 回到家後我就換了鏡 其實是兩樣東西來的 當你換了鏡頭之後 所拍攝到的東西 即是所看到的東西 是完全兩個世界 你不可以用微距鏡去拍攝景 這個時候鞋子蒸好了 稍後拿出來 你多說一些 其實這部機最好的地方是它夠輕巧 我去年利用A7C之前 我曾經是真的想買一部ZV-1 為了是它不能換鏡 我真的卻步了 因為我的6400都可以換鏡 那怎會買一部這樣的機 所以我就真的沒有買到 假如大家有玩過6400的話 6400有個缺點就是沒有防震 但是這部有 所以我去街市買東西的時候 你都見到其實我的畫面 都是非常穩定 就是因為這樣 我就覺得這部機好像可以入手了 這裡是一斤的冬瓜 其實我們就要它的肉的部分 皮的部分我們都不要的 我先沖洗一下 怕它會髒 先把它切開一半 沒所謂 終於一日 還有SonyFocus的功能速度很快 假如大家玩過 你會知道是一個叫IAF 即是追蹤眼球功能 和一個Object Track功能都是很快的 好 這個時候蟹都已經蒸好了 攤凍了 拆肉不夠 就用螢幕拆掉 很簡單 最重要是要攤凍了就行了 蟹汁我們都留下了 因為蟹的精華其實都在這裡 我們想我們的冬瓜羹的味道是 那個層次多一點 不只是死在雞湯的味道 然後有一個叫做產品展示模式 這個其實我全條片都在用 包括我拍貓 或者是我拍貓 或者是一些東西放過來的時候 你會見到其實全部後面的東西都蒙了 所以這個天賦給部機的功能 對於很多初學者或者是女生 即是不懂得玩相機的那些 就非常之有用了 好了 你拆完肉之後 就可以量量檢查一下有沒有些殼碎 不斷地炒一炒它 插一插它 其實你有機會會摸到一些硬的殼 那些就是我們想拿出來的殼碎 沒辦法 我們人手刷不多不少 真的會有少許的 你看到我們有四份的 是不是 四份我們特地留下了四個半殼鉗 就放在上面 最後就裝飾 這樣就OK了 放在一邊 這個時候就搞冬瓜蓉 冬瓜蓉你可以用blender打 你可以用刨刨刨刨是最好的 質感最多 所以就自己行李一下 自己想怎樣做 這個一定是跟我們blender打出來的質感 完全是兩種東西來的 因為blender打出來是會打爛的 這些纖維都爛爛了 我們吃不到冬瓜肉 即是吃冬瓜碎的 要不吃冬瓜粒湯就更加好 有得吃 有得咬 如果冬瓜碎 老實說就真的 就是 我覺得我不太接受 五分鐘之後 真是五分鐘 手都不斷 摩打手這樣刨 這個就是我們獲得的冬瓜蓉 可以見到是全部一梳梳一絲絲的 很有質感的 跟我們平時打爛的冬瓜碎就完全兩樣東西 好 這個時候就可以煮食了 我們出水 煮食 時間就很快過了 好 這個時候我們是可以開始煮食了 老實說 冬瓜蓉和蟹肉是可以預先處理的 弄好 刨好 拆好之後就放進雪櫃就可以了 其實這些 解凍完之後出水都可以 只不過我是拍給你們看怎樣做 所以事情就長一點 不好意思 我們眼前這些食物 在這裡開始掃過來這一邊 是不需要出水的 我們唯獨是金華火腿 我們的急凍的海鎮要出水 除此之外就沒有了 我們稍後雞湯和汁水比例會再說 這件事出水都是那三樣東西的 就是這個紹興酒 三片的薑 一棵蔥 然後就將我們的材料全部加進去 包括我們的急凍蝦 急凍帶子就全部加進去 金華火腿也可以 但是金華火腿放進去會散開 所以我的做法通常就用一個這樣的東西 就將金華火腿隔起來 就容易攪拌 全部加進去 然後就可以加熱 中火加熱 這個時候就可以攪拌我們湯的部分 這隻貓進來了 拍下隻貓 好了 這個是模糊狀態 這個是清楚狀態 真是怪的 模糊狀態 後面是蒙的 清楚 模糊 喂 臭貓 臭貓 清楚 模糊 哎 不試了 500毫升的雞湯就全部加進去 然後這裡有我們剛才的菇水 瑤柱水那些 一樣全部加進去 這都是大約500毫升 清水 大約又是500毫升 蟹水可能會有一些白色東西在裡面 所以就建議用這個燒機就過了 我們這些白色粒粒就加起來了 現在就可以將它煮滾 煮滾之後我們再加東西下去 我們兩盤東西都在煮的時候 不如也介紹一下一點點東西 小弟最近就買了一把新刀 大家知道我很喜歡買刀的 眼前應該都猜到是哪一把 就是最頂的一把 這裡就是這一把 其實主要我用的刀都是這些來的 這個是我們剛才劏蟹用的出刃 即是專門用來過骨 湯魚那些 這個是平時會用去切東西的牛刀 其實這三把都是牛刀來的 這一把是Custom made 特別高的 特別厚身的齊田崇衡 SG2 這把是之前都說過的 鏡面的紙紙一 也是一把切褲牛刀 鏡面所以就比較少用 怕花 然後紫色柄這個是都經常用的 是一把幼成ZDP-189的牛刀 這把是經常用的刺身刀 這一把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這一把叫做筋印 筋印用來做什麼呢 筋印其實是用來改肉的 你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 這把刀在灣仔 有一次我走這個景德行的時候就看到 就吸引了給它的外觀 你看到它鏡面的刀印 然後上面是人手逐一逐一打出來的紋 就全長450mm的牌子叫做黑旗幼的筋印 實在是胎形 你看到這把刀的刀尖 跟下面那些 即是剛才切褲形式的牛刀 是完全反轉的設計來的 這個叫做鮮軟 整把刀的刀形叫做TAKO的設計 是向後弧出來的 完全是沒有試刀的設計 然後鋼材是叫做SG2 是不會生鏽的粉末鋼 然後刀柄也是特別設計的 特別做出來的 這把刀最近是新寵 看看什麼時候開吞拿魚的時候就用它 好 我們收回東西繼續煮飯 我金華火腿就啟一啟水拿出來 然後這盒東西就可以完全倒進去 不要了 加點蔥 薑 這樣就可以了 我們剛才不是有兩片大的金華火腿的 那兩個就不是拿來擺面的 我們拿來出味的 所以這個時候就可以把那兩片大的金華火腿 先加進去那個湯的裡面 我們要去調一調味道 放進去 然後就把我們的冬瓜蓉 就加進去 小心一點 都幾多一下 這個是四人份量的滿足版 魚肚、菇絲都可以加進去 千萬不要忘記我們的瑤柱絲 瑤柱絲都要的 先攪拌一下 少許的鹽 扭幾下就可以了 叫做是比味 你喜歡可以加雞粉 燒粉 轉後加料的時候就順便加進去 等它煮起來之後就收回中火 等它煮多一會 才再處理 我們轉後回來再加 我們把表面的泡去 好 就放我們的帶子粒和蝦粒 除了蟹甜之外就是我們的蟹肉 然後加進去 這些是熟的 就不用煮太久了 開回中火 我們輕微攪拌一下 這個時候就不斷試一試味道 哇 好春甜 與此同時就可以準備我們這個馬蹄粉水 假如沒有馬蹄粉 都可以用生粉的芡的 沒問題 不過馬蹄粉就收得亮點 光滑點 還有一點點味道 微滾的時候就可以 先下一部分的馬蹄粉水 先下一半 我們想推到它那個芡是剛剛好 就是出去酒樓我們吃些什麼的羹 那種質地就是我們要的質地 可以很輕微地放一點白胡椒粉 調味道而已 你想多加一點之後就可以 假如真的不夠 就把剩下的那些再加進去 你看 淡淡都是材料來的 拆蟹肉比較辛苦 但是蟹肉真的越新鮮越好吃 你買盒裝那些是方便 偷老雞的 但是味道就不同 第一 你就沒有蟹水 第二 蟹肉又不夠鹹 好 我們先煮多一陣 我喜歡不要太過稠的 因為我每次都是這樣的 其實我煮很多湯 或者是膠芡 我都不喜歡太稠的 因為我喜歡留側一點點 是適合我自己的口味 那我們試一試 我覺得這樣OK的了 我們下蛋白逐點逐點下 你們先下一點 就攪拌它 其實蛋白是很容易熟的 所以我們攪拌的時候 那個蛋白就會形成蛋白絲 整個層次、外觀就已經會不同了 你多推一會 整個湯就會變稠了 差不多了 上碟了 到最後就多謝大家收看這條影片 其實我想說這部相機的功能 就真的挺全面的 輕巧 夠容易使用 基本上你不懂得用相機 按幾個按鈕拍出來的相片都會漂亮的 最重要是它可以換鏡頭 跟上一代就真的差很遠 這個是一個非常大的改善 多謝收看今集的影片 喜好的網友 請你要讚好、分享、訂閱頻道、按鈴鐺 追蹤Instagram或者Facebook 最重要是煮這個羹食 我們下次見 拜拜 reporting 好 是 whenever 錄影 你 SE 說 然後